问各位玩家一个问题 请问呢在美国的漫画英雄当中 哪一部作品里面最多怪咖 我想呢应该是蝙蝠侠当之无愧吧 因为呢蝙蝠侠本身就是有一点怪怪的啦 而现在呢有一个爱将秘密的神经兵也要登场了 我想这部游戏玩久了 应该会受这些怪咖影响变成疯疯点点的吧 在2009年推出的系列作 蝙蝠侠阿卡汗疗养院 堪称是蝙蝠侠游戏作品的经典代表作 如今这一个系列的续片 蝙蝠侠阿卡汗之城也即将要发售咯 而即上次公布了猫女之后 这一次可是宣布了最著名的反派 弥天大圣 其实在前作当中就处处埋下了伏笔 述说着这一位反派即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现身 而果不其然厂商就在这一款最新的作品中 让他登场咯 在这个比前作还要搭上五倍的游戏舞台 弥天大圣将会使用各种的难题 来好好的招待蝙蝠侠 只要玩家在解救人质的途中烧一闪身 就会碰上死亡陷阱 落入失败的深渊